床尾的阿飄抓著我的腳踝 床邊的阿飄慢慢的彎腰想靠近我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 白天叔叔說的念大悲咒 於是我在心中念出我唯一懂的那句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瞬間這兩個忽然往後退 他們退的程度像是嚇到往後瞬移 這時候我跟他們一樣驚訝到不行 我心想我這大悲咒有這麼厲害 我才講一小段他們就會怕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心想完蛋了 因為我只會這一句阿 這時候這兩個又慢慢的想靠近 我就又念了一次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他們停住大概三秒鐘又往前靠 我又念一次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接著他們沒有停了 站在我床邊的那一個忽然瞬移到我旁邊 滿滿彎腰 對我說 歡迎回到老王說 大家我是老王 之前我們有一集故事曾經說過 遇到阿飄能不能唸大悲咒 當時有很多觀眾就有留言互動 有的人是此反對立場 認為咒語本身是沒有能量的 也有人說咒語有用 可以唸阿彌陀佛就好 那麼也有人說唸六字大明咒 也就是 我媽唸貝美鳳 其實蠻多人是覺得阿飄也是人變的 只要行得正 做得直去跟他溝通就好 老王自己是認為唸什麼都有效 重點在於你自己的氣場要足 你不能表現得很害怕 或者是沒有自信 你要非常有自信的去唸 這樣才會有效 我們來說回今天的主題 究竟大悲咒是不是有效果的呢 這次我們今天的故事會提到 節目結尾還會跟大家分享 最可怕的三所鬧鬼醫院 接下來的故事 老王會編撰後用第一人稱來敘述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去過醫院 很多人都說醫院很陰 我不信 直到後來我遇到兩次怪事情 我才不得不信 第一個事情是 有一次我上班上到一半 肚子很痛很痛 那種痛就像是有東西在割我 大概就像是電影吃了天蠶一樣 又一直被打鼓 我整個痛到在地板上打滾 同事就說要幫我打電話叫救護車 但老闆說看這個情況不行 因為公司比較偏遠 等救護車來要等比較久 所以同事就趕快開車 把我送到了屬立醫院做急診 這才知道原來是盲腸發炎 當下就要動手術了 後來老闆趕到醫院 帶了一些東西 像是免洗內褲 盥洗用具之類的 要我好好手術 好好靜養 後來我的手術非常的順利 那因為我這個人比較節儉 所以醫院推薦的自費項目 我全部都婉拒了 選擇住在健保六人房 我的家鄉在南部 家裡當然也就沒有人來照顧 做完手術的我 環顧了一下四周圍 這所醫院感覺至少有40年的歷史了 牆壁上到處都是臂癌 我住的健保病房 只有一位中年男子跟我同房 我的病床靠近廁所的那一側 另外四張床都沒有病患 在我對面的中年男子非常的安靜 一直在睡覺 他也沒有看護跟家屬照顧 我吃完藥跟爸媽通完電話 報平安以後就昏昏沉沉的睡了 睡覺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很不舒服喔 病床的伏手 好像是因為比較舊的關係 有點鬆脫 我睡一睡啊 就整個差點疊下去喔 我的腳都已經著地了 一踩到地板 我發現喔地板都是水 我嚇了一大跳打開病床的頭燈 因為我有擦尿管 我想說是不是尿袋破了 還是怎麼樣 可是尿袋看起來好好的啊 碰了一下發現 我連褲子都死掉了 因為我不想麻煩護理師 所以我就忍痛自己爬起來 去旁邊的置物櫃裡面 拿老闆幫我準備的免洗內褲 自己走到廁所去換 因為剛開完刀 真的很痛啊 我拖著點滴走那條路 我真的覺得快要不行了 換完以後 我慢慢的走回病床 暗暗的燈光中 我看到病床上有一個老人躺著 我有點驚訝的說 欸阿伯 你怎麼睡我的病床啊 這老人睡著啊 我就無奈去搖著病床又說一次 阿伯啊 這是我的病床 起來好嗎 老人眼睛微微睜開 慢慢的說 這我的 後來我也懶得跟他說了喔 應該是他跑錯病房 於是我就按緊急鈴 想要請護理師幫忙 我按了三次喔 我等了應該有快十分鐘 但是這個護理師都沒有過來 睡在我對面的中年男子啊 他是清醒的 他這時候看著我 我無奈的對他說 要怎麼這樣啊 這中年男子 什麼話都沒有說 默默的躺平去睡覺了 我直覺喔 他好像在怕什麼一樣 只好拉著我的點滴 忍著痛走出病房 但是因為真的太痛了 我就只能在門口喊 請問有人在嗎 有人可以幫幫忙嗎 三分鐘過去 這護理師沒有聽到 我就又往護理站走過去 我有點悶的說 奇怪怎麼都沒有護理師回話 有人睡我的床啊 值班護理師聽到了喔 他就說 你是1302號床的嗎 對啊 我的病床被人站走了啦 護理師面無表情的說 那是你看錯了 什麼我看錯啊 就真的有老人家在我床上啊 這護理師一樣冷冷的對我說 現在凌晨兩點 不會有老人跑去你的病床上躺著 你真的看錯了 說完啊 護理師就走去其他地方尋房了 我當下火真的要上來了 我想說算了 我明天再來投訴 就回去病房 我看著沉睡的老人背影摸摸鼻子 就走到旁邊的空床 把點滴放好 安靜的休息 一直到天亮 隔天早上啊 護理師跟醫生進來了 就跟我說 你怎麼跑到醫生臨視床了 這時候我就開始抱怨了 我說 凌晨兩點 我去廁所回來以後 就看到一個老人 躺在我的病床上面 怎麼叫也叫不起來了 我跟護理師說 護理師也不理我 我能怎麼樣啊 早班護理師跟夜班是不同人的 但是一樣表情冷冷的說 那是你看錯了 我指著左邊病床說 我怎麼會看錯啊 結果病床上沒有人 護理師才說啊 這一間病房 從頭到尾就只有我一個人 我說這麼大的病房 就有我一個人 你騙誰啊 對面不是也有人 這醫生才說啊 你這一間啊 比較偏啊 所以啊 我們人手不足啊 就往前面塞 你這邊昨晚啊 是真的沒有住人 今天才會有人住喔 我這時候就認住了 我說 那昨天那個老人 還有對面床的 都不是人嗎 這時候醫生說 所以說啊 該自費的就要自費啊 什麼啦 你意思是我真的撞鬼喔 醫生又說 我沒說 你現在症狀怎麼樣啊 不是啊 醫生你不要喘一話題啦 醫生又說 好啦按時吃藥 保重身體 那要換病房可以說 換我要換啊 後來啊 清潔大姐過來整理啊 清潔大姐就跟我說 你要換病床喔 你現在這個病床 每天換一個病患呢 你昨天是不是也遇到怪事啊 我就說 對啊太可怕了啦 哎呀 每個睡這邊的喔 都嘛遇到怪事 之前喔 有一個溺水送來急救 在急診室就躺你這床病床啊 後來急診室喔 那個病床挪到這邊來 就一直有怪事啊 怎麼翻床都沒有用力 醫院經費又不夠捨不得換 所以才會這樣啦 我聽完啊 我整個傻眼 怪不得整個地板會濕掉 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個 醫院怪事 後來下一個怪事 是我在醫院陪房的時候遇到的 那時候我老爸住院啊 當時老爸的朋友來看他 那因為我跟他也不是很熟啊 所以他們聊完以後 這位叔叔就跟我說 想要把包快點好齁 我就點點頭 他拿了一本小本子給我 跟我說 觀世音菩薩喔 最慈悲了啊 相信我啊 你現在開始每天念大悲咒 累積的力量喔 會讓你改變一切喔 這位叔叔說話的方式跟語氣喔 就跟我看過一些狂熱信徒很像 所以我就點點頭說喔好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什麼都不做啊 於是我只好在他面前啊 做事的翻開第一頁 哇哩咧咧 我吃驚的喊了一聲 我沒有不恭敬的意思喔 只是除了開頭標題的第一行 牽手牽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經之外啊 後面寫的我很多字都看不懂 這對當時每天都心亂如麻的我 根本就沒有辦法用心看下去 比如說我就輕輕念了開頭的這一句 牽手牽眼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然後就把那一本小冊子還給這位叔叔 謝謝他的好意然後我跟他說 叔叔啊我爸這樣喔 我現在真的沒有那個會更更時間 有辦法去念那一部大悲咒啦 叔叔卻笑笑的對我說 你已經念了啊 接著又把這一本小冊子喔 塞回我手中跟我說 只要你相信喔一定有辦法念 而且還會背起來的啊 我苦笑的收了下來 但是心中滿是狐疑的啊 心想我這麼長一篇皺紋 我字都看不懂哪可能背得下來啊 叔叔離開以後 當天晚上是我第一天在醫院陪住 老爸睡的是單人房 旁邊有一張沙發床 我就躺在沙發床上 那一天啊因為忙了一整天了 真的很累躺著躺著我就睡著了 這時候我睡一睡突然被咬醒 我睜開眼睛啊燈都是關起來的情況 但是我卻感覺的出來啊 我的床尾有一個全身黑的人 他就站在我的床尾看著我 這時候我想說話但我沒有辦法說 我想要動我也沒有辦法動啊 那個全身黑的人啊 感覺是用飄的 慢慢飄到我旁邊 他靠近的時候啊 身體散發出一股很臭的臭味 那就像是口臭加上老人的味道 我不曉得該怎麼形容 就是味道非常的奇怪 這時候我也確定啊 旁邊這一個不是人 他是阿飄 當我這樣子想的時候 床尾又冒出一個 這一個的味道都是西藥的味道 如果有去過藥房啊 就是那種味道 那味道很重很重 伴隨著一股尿燒味 接著床尾的阿飄抓著我的腳踝 床邊的阿飄慢慢的彎腰想靠近我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喔 白天叔叔說的念大悲咒 於是我在心中念出我唯一懂的那句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瞬間這兩個忽然往後退喔 他們退的程度像是下到往後瞬移 這時候我跟他們阿一樣驚訝到不行 我心想我這大悲咒有這麼厲害喔 我才講一小段他們就會怕了喔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心想完蛋了 因為我只會這一句阿 這時候這兩個又慢慢的想靠近 我就又念了一次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他們停住大概三秒鐘又往前靠阿 我又念一次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廣大圓滿無愛大悲心陀羅尼 接著他們沒有停了 站在我床邊的那個忽然瞬移到我旁邊 慢慢彎腰對我說 原來你只會這一句 這時候我閉上眼睛尖叫阿 晚間我感覺全身發燙 然後我被搖了好幾下 眼睛一睜開發現是我媽 我媽說我剛才一直尖叫 叫都叫不行 然後我把平安符放在我身上 我才醒來 嚇到不行的我 馬上跟我媽說我剛剛遇到的事情 然後跑去把那本大悲咒拿出來 開始一句一句認真地唸了起來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看書看那麼認真過 我第一次就獻給這個經書了 後來我沒有想到的是 我還真的像那個叔叔說的一樣 莫名其妙地背起來了 當然從這件事過後 我在醫院也沒有遇到黑影事件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還是媽媽留下來的護身符有用 現在的我經常會去念大悲咒 只要心情不順我就會念一下 總感覺觀世音菩薩好像是我的靠山一樣 讓我很有底氣的破關斬將 從此原本鐵詞的我 也相信有神佛的存在 更相信咒語是有力量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分享 最可怕的三所鬧鬼醫院 第一間約克鎮紀念醫院 位於美國德州的約克鎮紀念醫院 被封為世界上最陰盛的地方 傳說在院內有一個眼睛會發紅光 還會說話的娃娃 非常多探險者過去 就遇到了無法解釋的事情 之前有攝影師組了一個隊伍 一起進去這所廢棄40多年的醫院裡面 環境非常黑暗而且很臭 走廊都是塗鴉 當所有人一踏進去 就聽到砰一聲 感覺像是有人在警告他們 要他們滾出去 走一走就一直聽到有人在身後發說 這樣子的低語聲 每次他們都以為是同行的人講話 但是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沒有說話 醫院裡面有教堂 但是教堂裡面擺著的 竟然是倒折的十字架 他們雖然沒有看到娃娃發光 但是卻在現場看到了整個發霉的人體模型 最後攝影師跟探險團隊下了一個結語 那就是 這裡真的很可怕 我以後不會再來囉 第二個 吉隆坡醫院 馬來西亞吉隆坡某間醫院 自從某一次停電以後 就開始發生禮異事件 例如東西放著不到半天就會腐敗 或者是有人莫名其妙手上有齒痕 還有不只一個病患反應做噩夢 總是夢到有怪物爬著在追他們 最後院方找了法師去找尋原因 後來才發現 醫院的某一個冷凍庫沒有運轉 打開發現裡面竟然有一具陰屍 因為冷藏很多年 雖然乾燥的香木乃伊 但是因為停電導致冷凍庫故障 這具陰屍才被發現 奇怪的是經過調查發現 這具陰屍死亡的時間比創院的時間還要早 究竟是誰帶來的 已經沒人知道了 但或許那些靈異現象就是要告訴人們 他在哪邊吧 第三個金門花岡石醫院 金門花岡石醫院開招於1978年 當時在金門戰士頻傳很多人過世 所以才選擇在花岡石裡面建造這一所醫院 這座醫院由三條南北縱向坑道 以及九條東西橫向坑道所組成 是類似像蜂巢狀的結構 裡面有一條叫做天堂路 這一半是樓梯是給人走的 一半是斜坡是專門運送遺體用的 在當時運送的時候有很多規則 像是運送的時候不能回頭 不能喊隊友的本名 最重要的是遺體不能滑落 通常運送遺體會拿到紅包 只要拿到一定要在當天花完 再將紅包丟在醫院裡面 當時有軍人運送的時候走天堂路 忍不住回頭看 發現後面跟了一排滿身是血的軍人 當下他就暈倒了 還有一個管理太平間的軍人 晚上睡覺的時候有人一直推他跟他說 沒有冷氣 這麼沒有冷氣 這士兵想說什麼冷氣啊 接著有老兵一聽就說 哇慘了 去太平間一看發現冰櫃跳墊了 遺體都解凍了 以上就是三所最恐怖的遺院 你有沒有聽過其他可怕的遺院呢 如果有聽過什麼可怕的遺院 趕快跟大家分享吧 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裡 我是冷王 我們下次見 我是冷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